英雄联盟 魔獸 大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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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不孤 站起來露啊露 吳溫隊友到底超身還是一頭豬 我在這個時代一隻獨秀 玩家拯救最多不信你就輸出人數魔獸 魔獸你早就已經過季 煮一露舞時代的潦倒大叔 看你們出鏡的機率慘不忍睹 缺乏妹子參與玩兒的乏味又辛苦 不過剽竊我遊戲中的一張地理圖 都能吸送山寨我的幾難和人物 沒有我的影響電影哪有什麼路啊路 電腦普及彩帶給你一片推廣熱圖 影響電影要看玩家記憶與防熱 我的電影是對我的致敬和認可嗎 有點成績狂翁自大這是什麼態度 我們永遠無法達到這種江湖地步 長江貨浪推移前浪死在沙灘上 清楚於藍勝於藍攔就不值錢 不敢認輸強強市場主不為天 人家不買賬你能否要點兒臉 每年錄啊錄的比賽全球盛宴 你的電競比賽到底還有幾人觀看 我的鐵粉遍佈中國歐美和日韓 人人被我點在我做到勝負空前 遊戲玩法持掌倉貨偏要拿來顯 就靠速度玩了命的敲打鍵盤 遊戲開始玩家就像活了癲憲 沒有美感毫無佔助設計沒底線 什麼遊戲什麼玩家素質真較慘 能掛金和費油 能對卡送人頭 順風浪武器封頭 五人死坑浪之頭 你家中了傲嬌病我真心替你罵仇 就什麼高端操作複雜的設置 正值這種老狗思想才會沒人屌你 不從前來每時間就無法玩耍 像這些回憶一樣的倆帳大罵繁雜 一副電影就讓你高昌連連 只有隨時才會有人被你收盃力轉 影響力要看出劇院才是樣道理 不領風騷被失火 你們不看清客截 可是我不跟你子一般見識 你有我的血脈我的記憶 就算你胡作非為污蔽你的祖先 可我不仁把你打的傷子滿身 摩扇電影第二季拍攝很趕 剛剛電話通知我們馬上過去出演 正如上十億成本的節目太過寒酸 我們繼續再炫我們面線再見 K.O. 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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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愛上麻瓜秀私房爭霸的現場 好 剛才我們看到了這個英雄聯盟 和魔獸當中的代表人物 在台上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比拼 相信這兩個遊戲大家都不陌生 對吧 同樣的讓我們先認識一下台下的幾位 非常非常尊敬的評委老師 首先第一位 遠道而來我們非常美麗的 綜藝辣媽天后小H老師 好 第二位是我們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這個蔣公道蔣老師 好 第三位我們看得到 是這個老面孔來自於北京市長陽區 非常多事兒 多管閒事兒 閒事兒管得很多 多管閒事兒的石媽 最後一位不得了 不得了 這個笑裡藏真 綿裡藏真 這種感覺真是 讓我看到了98年 趙薇拍過的一個電視劇 可能李明琪老師是不是穿的這個 絨模模的衣服都沒有你穿的自助多 好 那就歡迎我們從 春夜過來的絨模模 那首先在展開話題之前 同樣的我們來看一下新聞 網絡遊戲一直都是影響學生黨 學習的重要原因 因為遊戲玩物喪志這樣的新聞屢見不鮮 可年輕人這麼瘋狂追求沉迷網絡遊戲 到底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要滿足那份虛榮心 還是因為害怕面對真實的社會呢 如今由於遊戲直播行業的快速發展 更是引起時下一股熱潮 很多遊戲玩家也因此發家致富 更是讓很多學生黨以此為目標向而往之 儘管如此 但大家對網絡遊戲的抱有態度 依然是褒貶不一 那麼學生黨玩遊戲 到底會不會有前途呢 今天在節目現場 我們就為此問題一探究竟 回來了啊 回來了 看完新聞之後呢 那麼究竟玩遊戲 到底是不是自毀前途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即將展開的話題了 相信大家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理解 那首先我們要有請的是認為 遊戲是自毀前途的學霸 老師和老媽 好 那麼今天要和他們進行對戰的 另一方是認為 不是自毀前途的遊戲狗 開黑隊友 以及老爸 哎 歡迎 歡迎啊 各位老師 是不是要首先來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 就容嬤嬤這樣的啊 他都能玩成這樣 250多歲的老人了 都沒有自控能力 你說現在的孩子玩遊戲 還得了嗎 啊 我非常支持啊 哎呀 我非常支持這個小A 小H啊 我們倆錄了這麼多期 十八里終於第一次啊 對 女人在男人玩遊戲的這個上面呢 還是有一定的供值的 就比如說我家你大爺啊 哎 從來不玩遊戲 玩了一輩子鳥 跟鳥玩的一輩子眼不花耳不龍 哎 大爺不是什麼行長 哎 我跟你說啊 哎 我家你大爺 那鳥籠子一打開 鳥飛老高 你家你大爺 啊 聽說像罵人 剛才那 老罵人 你穿他褲內褲 你就上來錄節目 你就對節目有尊重嗎 啊 這不是這場片嗎 不是九歲褲嗎 不內褲嗎 好 是嗎 繼續啊 我不跟你說那些 我就說你大爺不玩遊戲 我家你大爺 你說你們這幫年輕人啊 玩遊戲玩的 學習學不好 眼睛也玩壞了 我告訴你 玩遊戲怎麼了 怎麼了 這不叫玩無喪之 就像我說的 我剛才一邊玩遊戲 但是我沒有耽誤咱們這個點評 對不對 對 就是腦子一直在跟著轉 對呀 這是一個玩遊戲休閒嘛 工作不忘娛樂 怎麼不可以玩啊 我很喜歡 我經常和皇上在一起 我們倆玩植物大展相吃啊 就是玩 皇上怎麼整死你 不是啊 皇上眼睛吃過些小植物 每次都我故意說 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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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演的是那個什麼 我還喜歡演小生日葵 我覺得我跟他比較貼 哦 就像菊花一樣那個小生日 對 對 特別貼絨毛毛 你會不會說話 對不對 點評我 我都沒有攻擊你了 那個蔣老師 我玩大行野時代 我知道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歷史 我玩落魯 我知道了團隊的配合 我玩紅警 我知道了軍事知識 我覺得遊戲這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工具 看人去怎麼去 人的行為去影響它的結果 有深度啊 蔣老師 真是 真是 這麼多期以來 第一次就是覺得您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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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位老師都分別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那下面就讓我們來聽一聽 雙方的當事人是怎麼樣來 來傳授他們自己的觀點的啊 好 那雙方的第一輪對戰開始 請 其中靠接著寂寞大靠 成績好傷 大學才最正當 回前途最恨有細狂 沉溺了就走錯了方向 我叫學霸不是因為別人比我差 成績全高古學經濟全部給他 遊戲都是卡卡莎莎特別垃圾 充滿學情暴力養成壞脾氣 為了意識損壞就陷進去 再想出來可就沒有那麼容易 你看你們考試的壞成績 等到家長回事後只能哭鼻鐵 遊戲很花錢拼的是人民幣 新聞上面常看到 沒錢就像家長要編造理由說謊 到達人民丟光 越久不滿去街道 殺人之名何有道 一路遊戲身刺海從此沒有未來 細讀回憶生遊戲窮三代 魔鬼狙擊手中鋼叉把你命來要 這種引你盡量你真的無可救藥 你好像是傳說裡鄰居家的孩子 整天過著水深火熱悲慘的日子 說什麼沉溺遊戲會搬悟成績 成績又不是人生唯一的課題 遊戲是個很好的交流平臺 可是你們這些人不懂人情交際 多少高高壯業如今人在哪裡 混不出來就是因為生活不能自理 危言總聽你把大家來恐嚇 按照你的邏輯學習這個門對更大 高考失敗有沒有人跳樓自殺 作業太多是否有人燒了自己家 出國出事完全在自己空置裡 人格脆弱什麼事都釀成悲劇 空置不住自己一切都怪遊戲 你這是掩蓋你的脆弱你的無力 好好好 來 雙方選手都站到我身邊非常激烈 簡單的總結一下 雙方的觀點大概是這樣的 一方面認為這個遊戲不是個好東西 這邊認為遊戲有它一定的作用所在 對吧 那容毛毛就是對於你來講 完全都沒有接觸過這個電腦遊戲 你對這個事是怎麼看的 玩遊戲的人後腦是非常發達的 後腦 對 後腦是非常發達的 對這個機械常識啊 他們會非常的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 還有對機械的接受的能力會非常的快 比如說真 比如說 對 不 跟真沒關係 比如說男孩子開車啦 男孩子你看開車為什麼比普遍 比女孩子開車要好一點 但是除非小正傳菜 我不贊同這一點啊 我不贊同這一點 你坐過我的車嗎 對啊 我沒有坐過呀 我沒有坐過 但是男司機多還是女司機多呀 現在可說不準啊 對不對 現在說不準啊 這個得分開說 開車的是男司機多 但出事的是女司機多 對啊 沒錯吧 你看 主持人我愛你 主持人我愛你 但你一個女的你說這種話 你不覺得站錯隊了嗎 沒關係啊 我這種女人是為男人而生的 我跟你說啊小夥子們 遊戲啊這個東西可以玩 勞逸結合 玩一小混是不是 對 但是重點的是啥 現在的年輕人控制不了自己 你知道嗎 為什麼犯罪得多呢 就是因為控制不了自己 玩遊戲過了一關還想過一關 領了一個獎 還要領了一個大獎 就這樣吧 你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我跟十大媽的觀點是一樣的 好 我覺得這個遊戲你可以玩 十大媽是不是這樣 你可以玩但是你得有個肚子 對 你說這些孩子他沒有 他沒有克制能力 是 眼睛玩壞了吧 不是 我覺得這個話題不對是為什麼 對 他絕對不能是魔鬼 對 WCG比賽 那是世界都承認的比賽 WCG不是 WCG 你最初不懂你就別說話 你的智商跟你的身高是成正比的 你知道嗎 玩遊戲怎麼了 難道現在學生們不玩遊戲 小孩子們不玩遊戲 是 老了像十大媽十代一樣 老了那麼大歲數 玩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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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有傷風化那麼大歲數 玩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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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天哪 玩鳥 是嗎 你玩鳥 玩鳥 玩鳥 回歸到這個對人的討論 跑球遊戲回歸到人的討論 那學生玩遊戲到底是不是一種墮落 我們來聽一聽雙方接下來是怎麼說的 那雙方的第二輪對戰開始 小孩子 兒子往後要是發展不好 你看老娘我和你拼不拼命 那班已經備好你回家跟我跪倒 兒子你還記小你怎麼也跟著胡鬧 玩遊戲所以老師要請家長 你听他妈叫是否觉得自己很伟大 孩子应该学习却能该演成工作 别说游戏是想简直落落的堕落 为了什么设计装备还有包围 万物送出你把时间耗费 游戏玩到人类费 简单题目都不会 上次行动放在游戏生活不断美 你现在比二十都不愿找游戏狗 难道你让儿子将来放手游戏神色 你在游戏里面当上全都超神 可是现实的路你就是个废人 在电脑上手机时间要珍惜 电子读病要结束 你不要成为陪我 我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无缘中别独自归到天亮 这次无缘无悔的坚持一切 必须有一次学会坚强 你总是说不好 说不好 把所有游戏看成了狼 想法初识显得 长年凶响 你要不懂就别再逞强 你应该写封信去给国家体育总局 阻止他们做什么电子竞技 因为游戏让人动了不该去鼓励 你看人家是不是连理你都不理你 热爱游戏是跟机玩游戏会有出息 靠玩游戏赚钱机会多到无法统计 脚本策划美术还有游戏程序 宣传推广渠道到处都有港币 游戏行业蓬勃发展你却拿它调侃 我们玩家战队公司起步就无畏 游戏直播热梦一年千万到手中 丁净比赛冠军待遇看比大明星 如果拥抱更大机会就是堕落 我宁愿指示儿子触犯这种错 如果这种堕落能够狠法中打钱 我宁可儿子他成为堕落的少年 不打架 我们又有寒暗和暗暗不动手 又急眼了 来来来来站在我旁边啊 你就看看看看你们四个哎 就看看他爸 这是他的一个同学 还有他这乐的啊 一看就不过什么好人呢 为什么呢 哎 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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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该干什么 该上学对不对 你上学的时候就应该好好上学 这个大你扣什么鼻子啊 那个大人你应该好好给人家孩子挣钱 让他为了更好的上学冲到更好的条件 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得拎得清楚 石妈 那现在跳出石妈的角色 现在也是石蕊 啊 好 现在也是石蕊啊 怎么了 你上学的时候不玩吗 不玩游戏 不 就是 也不玩鸟对吧 但是 我就是说 你当时学习也不怎么样 对吧 是不好 现在差了吗 但 哎 那个 那谁啊 那个 现在差了吗 那个 那个 好 行了啊 好 石妈 回来你现在是石妈 堕落 好啊 有心在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嗯 你这些素人可能不懂 这是皇上告诉我 我告诉你啊 就像刚才你问石妈的观点是一样的 现在有多少大学毕业的孩子还在啃老 找不到工作有多少 嗯 是好好学习了 拿了奖学金找不到工作的又有多少呢 那也不能堕落呀 这不叫堕落呀 孩子有一样爱的东西 总比游手好闲要强对不对 哎 这是他们的爱好 对不对 你是觉得孩子应该出去上街惹事呢 还是在家老老实实玩游戏呢 我觉得玩游戏 那这意思就是说 不玩游戏的话一定会上街惹事呗 对呗 不是啊 反正都是没事干 不如游戏万一还能玩出点什么门套呢 对不对 最起码现在游戏平台这么广过 可以交友 对不对 可以锻炼后脑 是不是 可以摇 而且万一啊玩出 玩出一个比赛了或者怎么样 也能为家里带来利益啊 对不对 你承受的成功啊 就是是啊 真的是啊 好 告诉我们吧 你有没有为家里赚过钱 我觉得现在这样啊 咱们现在这个主流价值观当中 有一些所谓的主流价值观 就是说 你这个笑话 被读懂 现在国内有好多孩子啊 为什么现在好多孩子 他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家长给他们的压制 让他们没有了创造力 没有了想象力 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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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这些真的是歪理邪说 什么叫家长遏制你 压制你对不对 你开发你的想象力 和想象力 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啊 对不对 我承认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我觉得游戏不为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确实 确实啊 几位老师说的都对 其实呢 我也总结一下几位老师的观点就是 玩游戏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错的 决定在于这个玩游戏的人 对这个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对 然后蒋公子老师啊 希望下一轮的点评呢 你能综合节目的形式 通过RAM的方式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欢迎双方的第三轮对战 开始 学好入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些知识记忆帮你将来生活如意 不要迷信那些发达财的细小概率 以为一飞重天就能创造奇迹 游戏产业创造膨胀泡沫奇迹 可是那些从业人员几个是靠游戏 没有文化功底谁会真的顾你 难道靠你升级打怪就能变好程序 不要执着 不要怀疑 只有充实自己 提升学习的能力才是应道理 也许未来游戏行业也会走向低迷 只有找到自身价值才能无所畏惧 拿将来做主助 认识一条出路 你这样的方式恐怕自觉奋怒 学乎被自己的将来多做考虑 免得将来成为家庭堪劳的包袱 价值能力不光是你认知的体系 你虚假的话语不过是想完成业绩 我对游戏的热爱是一种执着 对游戏的理解都是锻炼自我 对任何事物的热爱都会变为动力 自发的进取去学习各种东西 这种完全的投入是多么可惜 如果有人引导绝对是成长的机遇 我的未来我做主 不让自己吃赌 求求你们赶快放手 别再围堵 我不会用我的青春和时间来赌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游戏失调出路 我已经踏上了最为正确的道路 我劝你们不要孤独把我拦住 你可知道宝宝心里有多苦 我是绝对不会成为你们的邦UFF 又到了你们表达观点的时候啦 咱们刚才在讨论 就是说玩游戏对孩子来说没有出路 其实你们刚才听孩子们说了 他们心里有数 我喜欢的东西我才能做好 不喜欢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做的好呢 现在让主持人去吃 他不喜欢吃 他会觉得好吃吗 谁说我不喜欢 没有 没有 打个比喻 对不起 我不想伤害 就是打个比喻 容萌萌 你说 你这动不动 你就吃什么的 这个容萌萌 也是话操礼不操 确实是话操礼不操 小英诗老师 你用一个更加话操礼不操的方式 来回击他 你天天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你模拟人生 我想问一下你的出路在哪里 你怎么跟朋友 对对 石大妈 我现在特别喜欢你 来 我们俩拥抱一下 我跟你说 这就是女人的共鸣 这帮臭老爷们 别人就知道了 哎呦 你们好妹的呀 真是 在节目的最后 两位朋友老师 有了共同的观点 也可以是信息相惜 你说说这些孩子 他不跟自己的同学 不跟自己的朋友去打交道 天天活在这个游戏世界里 你说他以后的出路在哪呢 其实玩游戏也能认识好多人 据我所知 容萌萌好像通过某一个软件 是认识了不少的达光贵人 对吧 对啊 但是那个不是游戏 那个叫社交平台 咱们今天谈的是游戏 这个游戏 不是说完全地去毁你的人生 但是还是那句话 要想人前风光 那你必定要受罪 怎么受罪 就是寒窗苦毒啊 是不是 人啊 总会长大 就是你在这儿放挺 你该长大你还是长大 我说句公道话 我现在粗粗地看了一眼台上 连台上在台下 咱们所有观众朋友们 我估计学习好的人特别少 每一个人平均成绩 咱们平均一下 估计都超不过60分 但每一个人我相信 都是英雄 行不行 谢谢 好 这样我也是好奇啊 然后猫猫 台上包括评委老师 高考的时候超过500分的 请举手 好 最后最精彩的 就是蒋公道老师的点评了 这样简单地来几句好不好 蒋老师 我真是不愧 我就别弱了 我就那个 我说一下 我对这个事情的客观看法 我觉得你也别把这个游戏 夸道到每一个人都成英雄 我觉得这个游戏 咱们可以相结合一下 这个游戏你可以比如说 你从爱好入手 你比如说 你对游戏的爱好以后 你可以对游戏的设计 包括游戏里面有的bug 你可以去弥补 你自己去做软件 这是第二次 让我们所有人觉得 你在这里有用 是 是 别 别 别 其实这个家长 对于孩子这个人生道路上的引导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培养孩子 对于一对夫妻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峻的事情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你怎么引导他 在长大以后 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起码 最起码有一部分 决定在家长的手中 那他们的未来如何 也 未来如何 也决定于他们现在的引导和教育 同样的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爱想包 留下你的学生玩游戏的看法和意见 支持谁就点谁 这个今天他们的胜负 还是由屏幕前的你们来做决定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最后大家在关注我们微信平台 爱笑猫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里遇到同样在工作之余 喜欢玩游戏的爱笑兄妹 我们可以适度地一起玩游戏 开黑 玩起来 那最后呢 感谢一下本节目的首新合作播客 历史FM4音频 合作平台 清评FM 多听FM 我们 再见 每次 再见 我们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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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